耶利米书第四十七章 在法老公集加萨以先 耶和华论到菲利士人的话 临到耶利米先知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有水从北方涨起 成为一股泛滥的洪流 淹没大地和地上的一切 淹没城镇和住在城中的居民 人必呼喊 地上所有的居民必哀嚎 因为听见战马的提声 还有战车淋淋和车轮碌碌的响声 做父亲的双手酸软无力 不能照顾他们的儿女 日子将到 菲利士人必全遭毁灭 所有曾援助推罗和西顿 仍然幸存的人必被剪除 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菲利士人 就是加匪托岛余胜的人 加萨成了秃头的 亚士基伦静默无声 在他们的平原上 余胜的人啊 你们划伤自己的身体 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的刀剑啊 你要到几时才可停下来呢 请你入窍吧 休息静止吧 但耶和华既吩咐了他 又怎能停下来呢 他只派了他去攻击 亚士基伦和银海一带 就将不让你队